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已将近七十岁的高龄 在1980年 兼任华神第二任院长 代少曾院长 也完成上帝给他的托付 把华神交在华人 自己手上带领 老院长他真的是 非常的殷勤 晚上我们要睡觉 他还在办公室 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 他已经在办公室 我们在毕业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拿到 一本大本的圣经 那上面都会把 这两句话都写在那边 以神国兴衰为己任 致个人死生于度外 林道亮院长强调 从实践中学习 从学习中实践 奠定了华神黄金十年的成长基础 学校是强调全人的教育 也不只是说 要增进祷告思想生活 建立灵命学士侍奉 各方面都要参与学校里面 包括清洁 要买菜等等 我们都说要磨豆浆 磨豆浆呢 前一晚上就要把那个 黄豆浆泡水泡好 到早上就磨豆浆 当时候我们同学当中 流行了一句话 如果将来侍奉有了困难 还有一个机会 可以去外面卖豆浆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神学院 其实比较像一个大家庭 尤其是在餐厅 大家一起生活 然后我们会有小组 一起出去交友 然后一起打扫 然后我们也是读完书 下午会一起去打球 不过才三年 华神经历倍增的祝福 师生人数急速成长 六层楼的新校舍 逐渐不复使用 感恩神真是良给我们的地界 因为祂看见 这个修生一直一直增加 你这个地方也应该的增加 那么因为这个缘故 那么所以现在就在各别 就开始的掉第二次的建校 协同会再次亲力相助 无常提供极佳位置的土地 在上帝的祝福与带领下 华神启动了第二期建校计划 二期的建校呢 就是有四个单位 一起来建造 这四个单位就是基督教协同会 基督教的伯旦尼美国学校 还有远东传播中心 还有华神这四个单位 一起来合建 同时透过小额募款 也一起参与建校的荣耀事工 我们会将奉献收据 还有那个月的代导信 都会送给林院长 他在那个代导信上面 他一定会写大概两三行的谢词 那他曾经也告诉我们 他现在年纪比较大 写字比较慢 所以一封感谢信 他就要用十五分钟来写 一个小时只能写上四封 很多人拿到他亲笔写的 都觉得非常感动 这是借着他的这个文字呢 他是与这些教会弟兄姐妹 产生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交流 以谦卑的态度传达感谢 即使是五十元的小额奉献 林道亮院长也非常看重 这种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实践 成为每一代华神人效法的榜样 从创校1970到1980 再挑到1990年 华神有了爆炸性的增长 就是招生的人数从各位数字 成为两位数字 甚至三位数字 所以华神从人们口中的 新兴神学院 转身成为众教会 培育神国工人最佳的伙伴之一 华神以稳健的脚步 走到第三个十年 林道亮院长带领华神 进入到稳定的成长期 培育超过500名传道人 进入国度服饰 解决台湾教会 亲黄不接的困境 也为世代传承 立下美好的根基 我的爸爸是第十五届毕业 那我的妈妈是第十六届毕业 常常听到他们在怀念 然后分享林老院长 对他们的教导 跟提醒跟帮助 华神这个名词在我里面 就好像无形中 就有在一个位置在那边 爸爸是第十八届毕业的 他们常常会提起 他们在华神学习的经过 那个时候林道亮院长 然后怎么样去鼓励他们 就是那个时候要选择 考成学院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犹豫 然后就决定要报告华神 我的父亲是华神 第二十七届的校友 早上爸爸去上课 然后妈妈也会带着我 跟年纪比较小的弟弟 我们就去华神的幼儿园 在华神大家都像家人 所以我们小孩子像串门子 今天去谁家玩 然后隔天会去谁家玩 对我来说华神是一个 很熟悉像家 因为从小就是 看着父亲在这里救度 我还记得我总是从旧华神的大门进来 那么总基的两位同工 士丸姐跟碧尾姐 他们现在也还在华神服侍 他们都会非常亲切地招呼我 甚至于就是有时候看同学们 真的是有困难 我们也会帮他们看一下小孩 是看到第二代也来华神受装备 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应验了神说的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是奉耶和华 学书的私立福 我本身有非常深刻的 对我们的生命 有深刻的这个意义 我常常把学生当作宝贝 透过服侍这些学生 我觉得是在服侍神 所以大家在教学上 都觉得说都非常的投入 非常的奉献 比较让我兴奋的就是 我现在已经开始教到第二代 我感受就是有传承 也包括我们的教学 本身是有品质的 1990年10月 第一届校友黄子佳博士 接任第三任院长 开创华神人才回流的传承典范 黄子佳院长对华神的过去极为熟悉 但是90年代台湾社会和经济 都进入极大的转变 让华神面临全然不同的挑战 中华民国政府宣布正式解除台湾地区戒严的声明 声明中指出 戒严是我国民主宪政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领域 到了90年代 台湾本身呢 也解除了戒严 社会比较自由 所以经济发展的结果 对于人心来说呢 却是比较注重世俗的追求 整个看社会的情景 教会的情景 不是那么渴望追求 基督信仰的一种气氛 黄子佳院长看到需要 于是增设神学硕士科 教募博士科 提升神学生的学识高度与深度 一个学校能够蒙神代理 蒙神赐福 要训练出和神心意的传道人 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 另外华神也决定扩展 延伸制的神学教育 报名注册人数踊跃 超过预期 成为装备众教会信徒领袖 最重要的管道之一 延伸制的功能 普遍化的训练 教会重要同工 甚至有很多人做了传道人 甚至也建立起了某些地方的神学院 所以他很有他的价值 1998年7月 陈基敏博士接任第四任院长 在千禧年新旧交替之际 如何适应快速变迁的二十一世纪 是华神的课题 从林道亮牧师那一种老一辈 被人尊敬的领袖 个人领袖 就进入另外一个年轻的一辈 的那一种领袖 这个有一个不同的作风跟转结 所以整个领导的方式 是不一样 没有他们的威望 我们做不到他们所能做的 所以就需要改变了 陈基敏老师就邀请我说 是不是可以协助他 怎么样架出桥梁来 让不同的观点可以彼此了解 形成共识是一个事情 可以在一个有共识的形式上前进 去讨论华神怎么样重新定位 重新出发 来去寻找一个未来愿景 最后出来了三句话 大家都比较熟悉 培育神国的仆人 连结福音的伙伴 和回应时代的议题 当时台湾开始讨论 宗教管理的相关法案 教育部邀请华神 加入正规教育体制 神学教育 是否也要放在政府法令之下 引发许多不同的讨论 华神如何回应时代议题 继续那未曾走过的路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